影音宋仲基,宋慧桥变红了!Devichi哭花脸致谢! Devichi 因为演唱太阳的后裔插曲爆红。 图记者林百年社,资料照。2018年4月1日。 南韩双人女子团体Devichi今一日晚间6点30分在ADG Showbox开场。 活动上除了聊台湾美食,他们也演唱多首电视剧《超夯》插曲,包含《步步惊心》、《利益》、《是爱情啊》、《太阳的后裔》等其中作品。 好歌喉让台下800位歌迷用力鼓掌较好,他们也提到因为太阳的关系,让Devichi变得更知名。直言非常感动。 其实今天是ATG Showbox七楼立方文创最后一天租借办活动,两人得知后觉得在此地创下历史,直呼幸运。 李海利,江民拥有著OST女王之称,活动上除了自己的热门歌曲,8282,也带来《步步惊心》、《利益》中的插曲,《忘记你这件事》、《没关系》,是爱情啊的童银曲,RS2的《不知道妈》等歌曲,是CD的好歌后听的台下尖叫,鼓掌声不断。 只不过在表演时,他们数度被粉丝的应援声热笑,模样十分逗趣。 Devichi 台湾首场演唱会。图记者林百年社。2018年4月1日。 ATG Showbox 7楼立方文创办过无数台,日、韩等艺人演唱会及见面会,不过此场地是今天最后一天租借办活动。 Devichi 得知后,海力就说,这场地今天是最后一天,所以说,我们跟你们是在现场最后一组使用人,我们现在一起经历历史性的一刻,不过幸运的是,这里不是倒闭,是毁伴到更大的地方,大家不要难过。 电视剧《太阳的后裔》不仅让宋仲西、宋慧桥人气大涨,其中插曲《This Love》,更是让演唱者Devichi顺势爆红。 MV电队直逼6000万观看次数,不少网友都曾说,不知道Devichi长怎样,但他们的歌一定都听过。 而李海力、江敏炯也表示,知道大家都想听此曲《宋仲基》、宋慧桥。 我们想说有这首歌,让台湾歌迷更喜欢我们。 今天活动上,粉丝也准备惊喜姻缘影片,成功惹得两位泪流满面,但敏炯却气说,第一张专辑的样子怎么可以放上去? 要让我们感动就感动,干嘛放上去? 但仍感谢大家精心的准备,直呼相当感动,也约定会尽快来台,并在更大的地方举办Devichi的演唱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